故事发生在21世纪中期,这个时候人类的科技已经高度发达,人工智能的制造技术已经高度发达,先进的机器人不但拥有可以乱真的人类外表,甚至还能够感知自身的存在,因此机器人有了各种各样的作用。 一对夫妻的儿子马丁重病住院,生命危在旦夕,为了缓解妻子莫妮卡伤痛的心情,丈夫领养了一个工厂的机器小孩样品David。 David的生存使命就是把莫妮卡当妈妈一样爱护,但莫妮卡十分抗拒她。 虽然David看起来和真人无疑,但连吃饭和睡觉都不会,但随着和David的深入接触,莫妮卡渐渐地忘记了伤痛,她开始教授David人类的知识,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 然而不久后,莫妮卡的儿子马丁却突然苏醒了,并且恢复健康回到了家中,这样David逐渐失宠。 为了让莫妮卡像宠爱马丁那样宠爱自己,David开始模仿莫妮卡的儿子,并因吃下一堆蔬菜而发生了故障。 之后马丁跟David说,只要她在半夜溜进莫妮卡的房间,剪下她的头发,然后戴在头上,莫妮卡就会爱她。 渴望被爱的David照做了,却被误解成她想伤害莫妮卡。 第二天是马丁的生日,马丁的朋友为了测试David有没有痛感,拿刀划伤了她。 受到惊吓的David紧紧抱住马丁,没想到两人一起掉进了游泳池里,这差点害死了马丁。 于是莫妮卡的老公打算将David送去销毁,为了保住David,莫妮卡已带她出去游玩为由,将她抛弃在了荒郊野外。 David在森林语遇到了一群无执照的机器人,以及一个帅气的机器情人乔。 这群机器人很快引来了屠宰场的人,他们将David和机器人一起抓去屠宰场,人类在屠宰场对机器人进行残忍的屠杀,为了博眼球,他们将David带到台上展示。 然而因为David实在太像人类了,观众误将他当成了真正的小孩,并开始抗议屠宰场的表演。 David和乔在混乱中逃出屠宰场,在躲过残忍的追杀后,David开始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,他渴望变成真正的小孩,重新回到莫妮卡妈妈的身边。 他相信童话里的蓝仙女可以帮助自己变成真人。 乔虽在行对付女人,于是带他找到机器博士询问蓝仙女的踪迹。 机器博士告诉他们蓝仙女在禁止机器人进入的曼哈顿,据说很多机器人去了那里之后都一去不返。 乔十分担心蓝仙女只是人类用来消灭机器人的病毒,所以极力制止David,但David坚定地前往了曼哈顿。 很怪他们到达了目的地,然而David却在大厦内看到了另一个字句。 原来这里是生产David的地方,里面有无数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小孩。 David这才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,他对妈妈的爱是真实的,但他自己却是虚幻的。 他绝望地掉进了海中,却无意间发现了水底的蓝仙女,但无论他如何祈求蓝仙女将自己变成真人,蓝仙女只是静静地对着他微笑。 David就这么日复一日地在水底祈祷着,就这样两千年过去了。 此时机器人已经取代了人类,他们在已经干枯的海底找到了David。 David再次苏醒了过来,他继续用渴求的眼神望着蓝仙女,并伸出手轻轻地拥抱着他,然而蓝仙女却无情地碎掉了。 作为见过人类的原始机器人,David成为了世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小孩,他被机器人们当成了研究对象。 机器人从他的大脑里读取了关于人类的记忆,并为他创造了曾经的家,但是这个家没有妈妈就不算完整。 机器人可以把过去的人带到现在时空,但必须要找到那个人的残骸。 David想起当初剪下妈妈的头发,于是将头发交给了机器人,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 如果把妈妈从过去时空带来,那么他只能存活一天,之后他将永远消失。 但David依旧坚定地想要见到妈妈。 最终机器人答应了他的要求,而David如愿以偿地见到了莫妮卡,并成为妈妈独一无二的儿子。 他再没有悲伤,一整天都和妈妈待在一起玩耍,但很快天就黑了,妈妈也永远地陷入了沉睡。 David安静地躺在了妈妈身边,这是他第一次,也是唯一一次主动地陷入了沉睡。 人类需要小男孩David的爱,但他们创造了他又抛弃了他,不愿意对这个男孩给予关心和回应。 人类对待情感的方式总是真实又可怕,但深情又执着的David依旧默默地爱着人类。 为了被爱等待了千年,唤醒人们心中关于爱的记忆,或许这就是电影的初衷吧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再见。